一個人如果說吃油或是吃毒條類 可以說是非常痛苦 你為了健康和生活品質 家庭氣氛也一定要改調 才是最好的方法 為了保護保護護士做了很多努力 結合多元的觀點 包括醫療、術法和衛生頂頂 在每一個階段都有提供協助 今天特別電視了一日以來的勝負 讓大家可以對吃油條類 這有一個進一步的認識 有助教學骨折豆片精采的步驟 為了健康性藥因醫療 使喚中心的新股店改善事務 這重心是醫療危險保隸的重心 健康分隔難地區改動自圓 包括醫療、術法和民間機構做合作 來提供豆片吃到的人可以改調 藥物成癮的問題 在台灣、在世界都是一個大問題 怎麼樣能夠有效的整合整體的治療 不要讓各個包括警察、司法、社工、醫療單位 大家各自為政、各行其事 這是很重要的 因此非常感謝衛福部能夠在經費上 以及在橫向整合聯繫工作上 能夠給我們很大的協助 在今天沒辦法當中是電視不一樣的單位 為豆片吃到的人所做的 包括讓他重心實在自己進行治療 一旦調後幫忙找頭髮頂頂 在這間服務其實就是想要團隊 讓這間豆片吃到的人知道 因為沒有過關 也希望透過今天的個單位電視 讓雙方之間可以緊張一步的合作幫忙 能夠把這個藥物成癮的整合性醫療 能夠做好 那這樣的話才能夠克盡全功 能夠讓這個病患早日脫離藥癮 要不然的話 其實大家只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大家各掃門前選的話 其實坦白講對藥癮的治療 效果不但是事倍公辦 甚至於可能讓問題更來越來越嚴重 因此我們很高興 今天有這個整合中心的示範 而且有這個整合療法的這個博覽會 在這間是豆片吃到的人治療過程 接下來還有一些豆片的介紹 就是希望能夠給民眾 近一步實施的豆片 也要知道股材以及管理豆片 再到健康的領先 記者陳怡里丹庫 彩虹報道 提示 開始 extension 展